第168集 帐单纪录 从头到尾,假梦阿的面色都是非常平静,波澜不惊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沈菲菲只不过是一个少娘小丑而矣 他的所作所为都在掩饰他心里的恐惧和心虚 因此,在沈菲菲说完这句话之后 假梦阿的面子仍然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 而是很平淡地看着他 被这样一看着,沈菲菲就有点尴尬 很不容易才浮现出来的气势 一下子就好像泄了气的气球 见到假梦阿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 沈菲菲就觉得周围的空气突然间尴尬了 他的声音就变小了,就说了 之前我们说要多少钱? 假梦阿就看了他一眼 三千万,一个崩都不少 行,行,我现在立刻过数给你 说完沈菲菲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打开了身边的笔记宝电脑 接着就在键盘上飞快地操作了 很快沈菲菲就打开了账号 并且看到备用金 备用金显然超过三千万 但是仅仅只是超出了一点点 这一下如果将三千万全部转给假梦阿 他账号上也剩下一个几毫 如果被陈南知道 不剥掉他层皮就真的有鬼了 但是备用金里头这些钱 就已经接近两年没有移过了 从侧面的角度来看 风火旅游公司的灵活动资金 也是非常充裕的 沈菲菲本意就是用这笔钱先去抵债 接着就将那些羽绒服全部卖出去 接着再填补回汤 事情就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这个也只是他唯一的解决办法 糾结了一会之后 沈菲菲看着假梦阿冷冷地说 卡号 假梦阿也没有犹豫 直接将卡号布上去 简单的操作之后 沈菲菲直接将3000万 就转给假梦阿的卡号上面 在完成了操作那一刻 沈菲菲看着被用金里面 锁净无几的金额 心里面真的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拿到钱之后 假梦阿转身就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很快就离开了风火旅游公司 等假梦阿走了之后 沈菲菲看着空空荡荡的走廊 化了海 只觉得 心里面的心 不定狂跳 恐慌 然后惊叹 这个时候 沈菲菲菲已经将被用金全部用完了 办公室里面 沈菲菲就紧皱眉头 入淡淡的喝着茶杯里面的茶 面上布满了阴魂 这个时候 有一通电话就打过来 陈南一见到电话来 立即接听了 呃... 怎样 陈总 好消息 已经打赠出来了 假梦阿转只是虚张声势 他们的的各各 是将整个省的机械班组都收买了 但是 以他们的钱 仅仅只能收买三天 正是一到 我们后日 就可以叫机械班组入场了 听到这个消息 陈南先是一额 接着就惊喜了 好啊 哎呀 我就知道这个假梦阿 哪有这么大本事 哈哈 差点就吓死我了 幸好我叫你去调查一下 那个什么新能源汽车 哎呀 原来搞了半天 只是虚张声势 呃... 那陈总 我们现在招标呢 可能还要等一些日子 电话那边就问了 陈南就想了想 就说了 哦... 哎呀 哎呀 等我先把钱整理一下 再说一下 说完 陈南就匆匆吸了电话 接着下来 他在公司的群里面 就发了一条消息 就是全体员工 今晚就搞一个 酒席聚会 做完这些 陈南也没有任何犹豫 十一声就站起身 就走向财务科 此时此刻 沈菲菲 就正是坐在椅子上 就发呆 当陈南 推开了办公室门的瞬间 沈菲菲就真的嚇了一大跳 就连眼神 都情不自禁地移开了 就不敢和陈南对市 陈南就并不知道 沈菲菲刚刚已经动用了 被用金的事 他现在的心情真的大好 因为再过几天 他就能够招标机械班组进场 到时候 南云山景区 就可以顺利地开发了 今晚公司聚餐 你有没有看到 聚餐的事沈菲菲 当然看到了 但是他并不清楚是因什么而聚餐 接着点了点头 知道了 见沈菲菲有点呆滞 陈南亦都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被用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用过 还有多少钱在里面 听到陈南问起被用金的事 沈菲菲心里面立刻打了个针 他情不自禁地倒吸了凉气 根本就不敢对视陈南 怕死会被人发现 陈南哪知道沈菲菲 刚刚已经把被用金里面的钱 基本都拿出来了 他就吱吱吱 陈南还以为沈菲菲有其他的心事 接着就问了 做什么呀你 最近心情不好吗 不问还好 这样一问 沈菲菲真的吓了一跳 他没有犹豫 马上打开了电脑 在键盘上飞速地操作 接着 抬头看着陈南就说 还有三千万 听到这么说 陈南就下头 好 明天就转五百万给我 南云山景区最近要开发 要启动 需要些钱 真的不少 到时 会用被用金里面的钱 要拿很多出来 这些账单 你记得记录好 千万不要出错 沈菲菲的面色 真的越来越难看 直到陈南交代员 离开了之后 他才像木屋 额若木居站在原地 此时此刻 沈菲菲的心里面 只有一个念头 他玩完了 这一刻 他真的非常后悔 恨不得刮自己几巴 本来好地地享受生活不好 偏偏 吃饱饭没有死 就要去搞一下胡善线 这次真的搬起石头 扔我自己的脚 但是 事情就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即使再多个自责 沈菲菲也无力回天 他只能够见一步走一步 果不其然 沈菲菲很快就中招了 就在第二天的一大组 陈南就推开了沈菲菲办公室的门 看着他就问 为什么那五百万这么久没转给我 等会几个机械班组 要来我办公室 如果合同签得顺利的话 马上就要机械班组进场施工 那么快? 那陈南呢 并没有理解沈菲菲口中 这个那么快 是有其他意思的 接着就笑着说 不快的了 不快都不行 应该这么说 南云山景区开发 必在微切 要快点搞定这个项目 就这么说 等一会儿 你又转给我 说完 陈南没有任何的犹豫 转身就走出去了 脚步声越来越远 很快就消失在走廊的进头 本集已结束 下集更精彩 请支持我 订阅加关注 欢迎来到评论区 吹吹水 聊聊聊聊 第169集 结束了 沈菲菲就真是呆了 要他转500万出去 他究竟要有多大的本事 才可以一个下午的时间 轻松地凑齐500万 并且交给陈南呢 要知道 现在的备用金里面的钱 就已经所剩无几 唯一来够弥补的方法 就是祈求 沈慕芝能够尽快 将团职的御拥服全部卖出去 只有这样才可以缓解门眉之急 想到这里 沈菲菲就没犹豫了 立即拿出手机 就打了个电话给沈慕芝 很快沈慕芝也接听了电话 沈菲菲就开门见山问 哎呀 你那批鱼俑服买成什么 钱臭够没有 我这边真是很等钱花 如果套不到烟出来 我今次死硬的 沈菲菲急 沈慕芝更加急 但是 她的急不单止 是要帮沈菲菲 就连自己 现在都处于刀山火海之中 先前沈慕芝 就和整个市的服装厂 都签证了收购乙勇服的合同 原本沈慕芝的计划 是要从沈菲菲拿钱 将乙勇服投资 全部完成的 当寒流襲击城市的时候 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度 沈慕芝就可以将乙勇服 对外销售 赚回盘满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计划 因为没有资金赞助的缘故 从而寒慕芝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去支付这些合同的费用 所以 沈慕芝现在 真是急到满头大汗了 沈慕芝有一面的苦相 听完沈慕芝的话 沈慕芝真的是一股火了 但是她很清楚 事情就已经轮到这样的地步了 无论怎样 都无力回天了 这一刻 沈慕芝的感觉 整个天都要倒下来 她已经没有任何的精力 她和沈慕芝继续理论下去 不等她说完就吸线了 而接下来的时间 沈慕芝哪里都去不到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好像沈慕芝坐在沙发上面 就呆了 时间分秒地流逝 不到半个小时 沈慕又一次推开办公室的门了 而这一次 沈慕芝的面色明显就不太好 喂 不是叫你把钱给我的吗 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动静 那班班族的老板 全部都已经坐在办公室 喝了两杯茶了 你还在搞搞震 做什么快点 沈慕芝就有点心虚了 但是 只有硬着头皮就解释了 陈总啊 你…你等一下先 现在网络好像有点不太好 我等一下会转给你的了 不说更好 一说陈南就火了 以她的话来说 我谈过合同 谈到喉咙都干了 还要摆着副笑面 去讨好这些班族老板 你现在还要我等 你怎么做事的 不过呢 想还想 陈南就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 因为现在的她 就有点精疲力尽 没有太多的时间 和沈菲菲在这儿斗嘴 就在下一秒 陈南就走向沈菲菲 她一手推开沈菲菲 自己在电脑前面操作 就打开了公司备用金的账号 很快 陈南就看清楚 备用金的余额 当她看到备用金的余额 只剩下一些利息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呆了 就连眼睛都突出 充满不可思议 但是这种眼神 僅僅停留了片刻 迅速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愤怒 在查询了流水账单之后 陈南就真的沃然大怒 一拍桌就说 沈菲菲 你到底在搞什么 我叫你管理备用金 你就是这样管理的 你今天要跟我说清楚 这些钱你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账单是究竟什么回事 转给这个人到底是谁 陈南越说越生气 到了后来 整个人都激到一句话都说不出 一声就坐在椅子上 死死地钉着沈菲菲 而这一刻沈菲菲 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更明白自己 真的要玩完了 她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而陈南也没有精力 继续执问沈菲菲 当她看到转账人的名字 是假梦柯的时候 老海更是一片空白 就马上反应过来 你…你把钱转给假梦柯? 你搞什么沈菲菲? 你在公司都这么多年了 你真的…手指咬出不咬入 你对得住我吗? 不是这样的陈总 我没有手指咬出不咬入的 我只不过是借用一下公司的备用金 沈菲菲就解释了 而事情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了 陈南也没有心思去问 借用备用金的事了 她真的快激到要吐血了 只觉得整个大佬都一片空白 她现在在想 你老板你… 我好不容易才把机械班组找过来 现在等着付钱了 80难都熬过了 就差最后一难 偏偏在最简单的一难上 你又跟我出问题 陈南越想越生气 接着… 再无法控制自己堆積的内心情绪 举起拳头 狠狠地打在键盘上 亭黑间 这个键盘就惨了 全部粉碎了 沈菲菲 我不理你用什么办法 必须把这笔钱给我拿回来 要不然 你就不用留在公司了 就罢伏走人了 这样一渴 沈菲菲就真是吓得飘了 她哪里见过陈南越发这么大火 现在她除了后悔 还是后悔 但有人欢喜就有人守 在陈南这边 夹到好像热磋上的蚂蚁的时候 骆建华这边就高兴了 因为他们已经收到封 知道陈南的旅游公司 已经没有任何的流动资金可以支撑了 短短的三天时间 就创下了一个这么辉煌的战绩 实在值得训贺 骆建华知道 这一切全部是假梦的工佬 如果没有了她 自己又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地坐在这里 而且轻而易举地搬开了陈南这个半脚石 想到这里 骆建华的嘴角就上扬了 流露出来的笑意也越发浓郁 骆黑间 她就转过一身走向了假梦阿 并且亲自向她沖了一杯茶 接着就夸张地说 假总 果然是英明神武 堪被现代诸葛梁混囚为握 对于这个评价 假梦阿也笑而不语 她心里很清楚 风火旅游公司 现在是结结实实地碎在她手里 本集已结束 下集更精彩 请支持我 订阅加关注 欢迎来到评论区 吹吹水 聊聊聊天 晚点